大家好,來到銅鑼灣SOGO 2024年7月26日,星期五 三角原位,兩邊三角,最旺位置 SOGO在東角度 轉過來,軒尼斯島 沒有香港人認識了 港鐵站,再轉過來,軒尼斯島 這邊,基尼佐治街 另一間corner位的店舖 爪玩店租出12萬 建築面積,地鋪連角樓各280呎 280加280就是560 但實際上看真一點 地鋪的時候,實用面積大約是120呎 那你取除了,不要計角樓 12萬每個月,除120呎的地鋪 實用面積就是大概每個月 實用面積每呎就是1000元港幣 算作逆後第二屈,逆後第二屈 最高那單的時候,曾經星島也報到過 就是在海防道 有間大概224呎 實用的店舖的時候 租了25萬 除了除了那間,客戶 1116元每一呎 每個月的實用面積 都是爪玩店 但坦白說,我懷疑那間是否真的租25萬 當它堅持,那間就是逆後新高 這間就是逆後第二高 每呎1000元港幣 實用每個月 那回到這間店,原本業稅就1978年 用280萬碼入 用12萬個租金計劃,現在回報就是51% 這間店曾經租金最高的時候 是75萬,在2012年是藥妝店租用的 那時年的租金回報曾經是高達321% 真是一部有三代 直到2014年的時候,另一間藥妝店接零 月租就由70萬跌到45萬 18年的時候,逐約就由40萬加到50萬 19年的時候,沒辦法了 怕退堂股,因為要寫穩 之後去到2022年的時候 就由一間鴨舌店絕味進駐 那時租金是14萬8千元 今年五月份就撤出了 跌空了一段時間之後,就爪玩店進駐 舊租14萬8千元,跌到12萬 最高峰的時候,確實是75萬,跌到12萬 即是跌了84% 再看看環境 這裡人流很多了 三個型位置,樓底又高 因為有入積角,超級廣角效應 唯一你看裡面,實用的面積比較小 今時今日零售店,服務業都給不起租了 在這個爪玩店就給得最起租 所以就業主呢,恭喜買家 希望香港復償的時候,找到店面也多 有客人會更加好 我是成本商務機器,創辦人 記得在香港買部,足部 或者想投資商務機器 可以考慮考慮,多謝,拜拜